日本跟中国又不一样 日本人有一种客气 其实中国是有一种不客气 尤其在家庭里面就觉得都应该的 孩子他爸 你说我是不是长了根白头发呀 我觉得你满头白发 那我是不是老了 我要是只因为你的头发爱你 我的爱对你来讲太粟浅了 你不觉得我美吗 你的一切都美 有一种脱裤的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不知道 一天两个人挑毛病的人 自己就是一身毛病 我把好多人都选择不看他的风筝 因为有些人他没完没了的发案 每个菜他都喷 又上了个菜 这是最不好的一条 换习惯 抓起来就说59秒一条 他跟我说的得有十几二条 不负责任 看我支来一起 手机把他给绑架了 将来有一天大伙集体眼圈下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没有那么的严肃正统 但是黄老师今天好像已经爆出了首都 在任何综艺节目中说的最多的保证 您刚好说了八个保证 赶紧关了别看了 别这样 我们还有很多花戏没有爆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爆走杯爱豆 我是主持人那一 那今天到课的这位嘉宾呢 无论从情商到智商还是颜值到才华 都是360度全方位的碾压 他有很多身份 像演员 老师 黄小厨 神算子 那他也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完美的丈夫 和最温暖的爸爸 那如今呢他又做了一个新的身份 那就是麻烦家族的导演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晋导演黄磊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磊 很开心来这里做客 那我得改称呼了黄导 那你首次指导电影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感觉挺好的 那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觉得对自己 我没拍过电影的长片 对 因为电影 你更容易看到那个完完整整的过程 时间又比较充沛 不像我们比如说拍电视剧 每天要赶一个亮 所以呢能可以做得更细一点 这个我觉得还挺 对我来讲还挺 就是挺大的收获吧 您之前也是要看说是老处女座 对 老处女座 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我之前 其实很多年前就一直有 做电影导演的梦想 没想到在45岁的时候 突然就 灵光一现吗 还是机率觉得到了 不是 就是很偶然 我在乌镇准备做那个细节的筹备 这个电影的制作人 当时的这个版权是他拿来的 因为他是山田阳寺导演的 山田阳寺导演的 家族 家族之谷翻拍的 对 就把这个家族之谷这个碟给我看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翻拍这个电影 我就晚上看了那个碟 看完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搞 我觉得很着迷 我对那个故事很着迷 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我脑中也出现了一个中国的家庭 也有个中国的故事 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就跟这个日本的那个其实不一样 那所以说您觉得转变在哪里 就是咱们这次的作品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文化背景变 所以它是中国 中国式的 然后中国式的家庭 中国式的那些个 麻烦 麻烦 还有中国式的笑料 我们前几天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放映 效果非常好 它是个非常爆笑的一个喜剧 我们在影院那天 将近两千个观众看了那个笑声百余处 大家从头笑到老 那么这个电影其实真的是很好笑 非常好笑 那么你说 那么关于在就是哪个最大的麻烦 在中国家庭里的话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中国式的 因为日本跟中国又不一样 就是日本人有一种一种客气 它是一种民族习惯 就是那种客气 让老是谢谢 老说谢谢 中国式的其实跟那个就很不一样 中国式的最大一个麻烦就是 就是其实中国式有一种客气 对 尤其在家庭里面就觉得都应该的 应该的 你媳妇给我倒杯水 我就想喝那吧 对吧 没有说媳妇给倒杯水 说谢谢啊媳妇 没办法 是 但是谈恋爱的时候肯定还说 谢谢亲爱的 就是岁大了人都不说耳朵 那个老太太到老了 突然跟老头提出来说 我要跟你离婚 他说了一堆理由 说你理由大家听完就说 那好像也都不是理由 很琐碎 睡觉打呼啊 喝酒 突然那个酒味特别重啊 在卧室里抽烟啊 都是这些 就是你有没有像睡觉打呼呀 或者是袜子乱放呀 孙力友投诉吗 你打呼 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打不打呼 你好像是打的 是打呼 对 就我对您的了解应该是 对对 我也想不打 他也不是我特别可控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在醒着的时候 能做这些事情 对对 现在要做得好 这也很重要 我觉得最起码有个什么呢 就是夫妻相处 你该有的礼貌 带有的那些个尊重和客气 还是要有 就是有一种脱裤子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不知道 不是 不是 我不是 我说你知道是一个口头衣 您先接吧 然后呢 是一个口头衣 就是说裤子脱下来 有一种人就从那裤子里走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他把它脱到地上 他就这样踩一下 他就从 他人就 那裤子就 就堆在那儿 他就从那边出来了 脱了他就走了 其实有的时候 这些个生活习惯 你说这是不是毛病啊 其实就是个毛病 就是个毛病 他这个毛病来自于哪呢 就是我那剧中 我演那个儿子人家 就是什么 他其实是对对方的忽略 那接下来聊一件 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电影本身 这次因为是我们首次 还是知道嘛 所以对自己的满意度 我们一到十分好了 您打几分呢 打了十分嘛 哇 这么自信啊 那是 那您觉得他们会打多少分呢 就比如说吧 就那些演员 李立群老师呢 那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打十分 是开玩笑 其实我不喜欢打分 打什么分啊 对不对 对 我说多了 显得不谦虚 说十分 我说三分 显得不厚 对不对 您之前也有说过类似的 对不对 打什么分 不需要打分 观众 不是有豆瓣吗 人家最后就给打分了 对不对 其实搜狐可能也有对吧 这是搜狐对吧 搜狐也打分了 就是反正有人给打分 当然了 你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做的是 你是不是充满了快乐 和兴趣在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这么说一下这个作品 就是不打分 不说分的事 我认为 你进到电影院 我保证你一定会笑 而且我保证我一定不是用着 摔在地上来个狗吃屎的方式 让你笑 我一定会用更好的方式让你笑 让你会心地笑 哈哈大笑 然后我保证你一定会感动 电影结束那一刻 你离开影院 你一定会带走些什么东西 不光有笑有泪 还会有思考 我保证 我觉得我拍了一个 在一个大师的好的文本基础上 我拍了一个很好的电影 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 没有那么的严肃正统 但是黄老师今天 好像已经爆出了首度 在任何综艺节目中 说的最多的保证 您刚好说了八个保证 那说回正传 您怎么样平衡 您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的 这样一个平衡呢 我跟你讲 没法平衡 事实上就是 如果你要工作 那没人说 我兼顾着 你出去工作去了 你现在就兼顾不到家庭 你说我一边工作 我一边想着我们家的事 你这叫不好好工作 那是 你不好好工作就对家庭不复杂 就老板给你开除了 对不对 那你跟家待着 你跟家待着 你每天在家里弄工作 那你就不好好过日子 你把工作 凭什么别人都在单位上班 你就老把这事带回家里处理 你跟单位干嘛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工作时候好好工作 认真工作 生活时候好好过生活 没什么可平衡的 只有一个方法让你能够 你觉得合适 就是你们俩 或者你一家子 觉得可以 这就可以 好 刚才我们看到是一个敬业导演的形象 也算是一个恋家男人的形象 那你知道您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黄小厨了 所以我们第二个环节呢 叫做黄小厨请上菜 也就是我会说一些您好友的名字 您凭第一直觉告诉我一道菜名 凭第一直觉啊 咱们分道菜 第一个海青 辣香锅 辣香锅热烈好喝酒 小薯肉 小薯肉 小炒肉 温馨 可口 孟非 狮油 狮子头 好坏 加面的那种吧 我知道大肉丸加面的那种 王迅呢 王迅应该是个川菜 松人炒玉米 不是 应该是个川菜 他很热烈吗 他不是 但是他是个四川人 他的那个口味是很四川 他像小面 他像重庆小面 重庆小面 那我孙红雷呢 重庆像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哦 实在 黄渤呢 黄渤 皮皮虾呗 皮皮虾 对 白水煮皮虾 好 张艺兴呢 艺兴 艺兴像白米饭 为什么这么说 纯洁 可口 百搭 那罗志祥呢 小猪像 小猪 又很诡计又很聪明 对 小猪应该台湾菜 鲁肉饭 对 鲁肉饭 三杯鸡这个 孙力呢 孙力应该是 也是麻辣火锅 我没有想到 我觉得 因为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很平稳 然后 不是 因为他太吃麻辣火锅了 我想到他的时候 想不出别的东西来 就是麻辣火锅 我老婆最爱吃的麻辣火锅 那您的女儿们呢 你会想一道菜别 多多是小蛋糕 小蛋糕 就是那种杯子蛋糕 我知道 嗯 它在我心里像个小点心似的 小点心 对 妹妹 冰淇淋 冰淇淋 你们不看过那视频 妹妹说 我必须得吃点冰淇淋 对 是有种语度 我必须得吃点冰淇淋 妹妹 你干嘛 我必须得吃点冰淇淋 我必须得吃点冰淇淋 好 那到我们第三个环节 就是黄老师请回来 那接下来这个回答 可能要加快我们的速度 要在一分半的时间内 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 那好 那马上开始 我们计时开始 第一道题 在家谁掌握财政大权 我姐 最喜欢学生是谁 每个都喜欢 上一通电话打给谁 最近没打电话 都是微信 考虑过减肥吗 没有 好 三个词 现在都有三个词 三个词形容孙利 简单 可爱 用苗表再进行 好 那么不如 温柔 好 温柔 三个词形容何种 善意 周到 周到 细心 好 三个词形容孙宏雷 细心 细心 仗义 谨慎 谨慎 好 你觉得猪碧是哪里最漂亮 哪都不好看 哪都不好看 家里谁最爱自拍 多多多 多多 多多和妹妹最爱的零食是什么 多多最爱的是糖 妹妹最爱的是冰淇淋 在家里做你道菜最受欢迎 都可以 都可以 最害怕的事情说三件 我只有一件事情害怕 我就害怕尸体 等 最满意自己哪一点 手艺 你觉得你跟孟非谁的语言能力更强 差不多吧 睡前能玩手机多长时间 看之前喝了什么 这个对 做饭会拍照很久吗 不太会 有什么最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没什么 用一种酒来形容自己 葡萄酒 葡萄酒 红的葡萄酒 红葡萄酒 最喜欢用哪位明星的表情包 没用过 没用过 最近想盖上哪种新的技能 我很想学弹吉他 为什么 就是因为文艺青年是吗 不是 我本来就会这 但我很想去认真的学这 好 那拍麻烦家族遇到最麻烦的事是什么 还真没有 真没有 片场任何问题都没有 没什么 我相信演员不是问题了 都是友情感 还真没什么问题 都没 真没什么问题 好 和女儿们最长时间多长时间没有见面 主持人都开始紧张了 十秒 十秒 快 最长时间多长时间没见面 对 两个多月吧 多多和妹妹打架怎么解决 劝劝劝 收到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 想不起来 最想和哪位女明星合作 周迅 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OK 好 那我们的时间到 好 还不错 虽然还有两个问题 但是 这有数了 茶数 那你就把俩也问了 是吗 后面是两个意志体 动画片名正在柯南中 柯南常用的变身器 隐藏在什么视频当中 不知道 不知道 在领节里头 梳湖的CEO叫什么 张朝阳 这要答不出来 讲不节目录制不下去了 还有啊 演员自我修长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但是就是说的比较长 对 康斯坦丁斯坦丁斯拉斯 非常好 OK 好 不错 我们还是算一个 这个 这种 这种 这种轻蔑的笑 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第四个环节 叫做麻烦来了 那也知道您是以高情商著称的 所以呢 会给您抛出一些现实中的麻烦 让我演三个不同的情形 您可能饰演的是这个解忧杂货铺的大掌柜 帮我来解决麻烦 哦 那你说吧 完了你说我可能就是一个麻烦 因为让我一个非正业表演的人 在一个表演戏的老师面前去演这个困惑 好 第一个场景是这样的 黄岛 我是一个18岁的小演员 你看 之前吧就是在你那个戏里头演那个甲乙丙丁 后面站的那个跟我同期出道的那个张翠华 现在都开始演屁绝了 我还没有混出来 然后我有一个男朋友吧 他是个公务员 天天催我结婚 把我烦的呀 但是我还是有梦想的 我有一个表演的梦想 我想在北京大拼 但是呢 我觉得北京机会多 但是还有我觉得别这么耗下去了 你说怎么办呢 你先把这个普通话练了 我想当演员 他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当特型演员 我有我的个人特色 我先问你 你本身是陕西人是不是 还算是个半个傻逼人 傻逼人啊 你是傻逼什么地方 傻逼一半的地方 傻逼求见的吧 求见 主要还是在 我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傻逼 傻逼 傻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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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了 那你还是回去跟你的公务员叫我吧 那您不让我再坚持我的演员梦想了 你也不要坚持了 你也没有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能坚持呢 你这个踏词过不了关 你这是傻逼人吗 不是了 所以说演员还是有局限性 你要任性性的标 你比如说你做 当然你需不需要 说一定得说自证枪圆的北 因为您这边肯定有很多有梦想的小青年们 我碰到过一些 黄老师你觉得我适合演戏吗 我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 对 就是人家来说 说想考电视学院 考戏学院 说你给看看 你这孩子行不行 有没有那种八个月就抱过来让您看的 我 不是那么 我呢 有时候看的时候呢 坦白讲你说人家长在这儿 我也不能说你不行 对啊 但是我现在呢 原来还会客套客套说 还行 您能努力什么的 但现在我想别让人走弯路 你跟人瞎呼说什么呀 我现在有时候看着 看着我说我劝你好好学习 对不对 做什么工作都能发挥自己才好 你干嘛非要当演员呢 他说我就是喜欢 我们有时候招生碰到孩子 他说没考上 没二次什么没过 说来了 说为什么 我说什么为什么呀 没考上就是没考上 不行呗 就这原因呗 对 来有些家长说 我们这孩子长多好看 我说您是他亲妈 亲妈 你不觉得好看 谁还觉得好看 你觉得好看 大伙没觉得好看 你觉得不好看 对 觉得不行 您这个意见很重刻呀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我就不能再以这个 杀粹花的口音来了 忘了是呀 你不知道啊 那个阿拉 阿拉女子 阿拉女子就是我的儿子 我儿子今年三岁 然后天天上那个拍的 每天玩拍的 我现在不是一个演员 我是一个家长 我明白 我已经知道这问题了 对对对 你很哭闹 你这么聪明 我很哭闹 但是大家不知道 我还要说一说 不要着急 然后他就是天天 我要拍的嘛 然后我就说不要玩了嘛 出去玩好了 对不对 那么商议已经呢 但他都说了 我一劝他 他就说 哎呀 老师们同学们都在玩 老师们还说 那个拍的要不知作业 我就很着急啊 哪能办了 这个啊 真是的 就是 我首先觉得 你不能说让小孩不玩电脑 手机 iPad 因为现在他这个时代就这样 但是呢 也得跟他商量 就是你不能过度 就是你玩这个 我比如说多多 多多呢 现在也喜欢玩手机 比如小孩玩手机 他也喜欢玩 我就给他提了个要求 我说你不可以把手机 带到床上去 嗯 就是你需要钱 电子产品不上床 哎 搁着客厅 充电 你上回屋 他答应 哎 从此手机不上床 为什么呢 我要说他是不上床玩 他不上床的时候 都在玩 是什么样的 那也不 那只要跟他商量 你强制他也没办法 你没办法强制 那只能就是要跟他 分散他 比如你陪他出去玩 嗯 其实小孩 你知道有的时候 小孩现在懒 不愿意跑到外面 就喜欢看手机 弄iFi 我那天跟多多 我说咱俩出去溜弯去 我不想去 我说就咱俩出去走走路 哎 那一出去 他也觉得好玩 看小花 看看小草 他也一样觉得好玩 其实有的时候 孩子来 跟那家长 你先想想咱大人嘛 哪个大人 每天拿个手机 早上睁眼 一睁眼 你第一件事拿起来先看 是吧 嗯 然后进了厕所 当然上厕所看 嗯 睡觉前躺上黑灯瞎火的 小小亮光照着脸 嗯 在这看 最后看着就卡了 这种 看什么呢 朋友圈 嗯 他们家吃什么呢 他上哪儿玩去了 您是天天刷朋友圈的人吗 不刷 我很少发 我很少发朋友圈 我都是偶尔想起来发 我一共也没多少他朋友圈 然后有些是鸿就需要 比如说让我发一个 宣传 发一个什么电影啊 什么发一个 发一个什么 黄小厨 一个半世纪的 我发一个 平常我也不发 透露了什么 对 然后再一个 就是我也不特关心 大伙 就是你去哪儿玩 什么事什么 我真的 我把好多人都选择 不看他的朋友圈 真直接啊 您就说了 好多都是 因为有些人 他没完没两个发 你知道吗 对 一天刷屏 是吗 他就不停地在发 他走哪儿都拍个照片 走哪儿拍个照片 这就闲的 无聊 到处我们牺牲了 是这样的 我真的 我有点好多人 我就选择不看他的朋友圈 好了 我现在真不用问了 我说 我这选择对方不知道 他说对方不知道 我说就行 因为没必要 你说这不是 有的时候 我偶尔打开看一朋友圈 就看里面 哎呦 就一直在发 每个菜他就拍 好 又上了个菜 这不是闲的吗 你都正好吃饭 你完了 我一张张拍在干嘛 我全给他选择不看 我在手机上 就是正常微信跟人谈事 那您是语音发得多 还是文字发得多 原来我是语音 但后来我取消了语音 为什么 不负责任 对 这是最不好的换习惯 抓起来就说 有时候有一人 有次跟我聊 看我直来一气 他59秒一条 他说我说了得有十几二条 我最后选择不听他说什么 一不听你等 最后你再找我 为什么 你倒是说挺来劲 你这一说说了十五分钟 我啥也甭干 我十五分钟就听你这 您打个字 对 编辑一下 一分钟我就看完了 一目了然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 其实我打的能力特别差 但我现在就是 我们之间 比如一对一 有时候可以说微信 说几句话 但是群里头 但是群里边我要求 我们所有的工作群 必须用闻 第一 被人家查找 第二 你别给人添乱 我们真的有时候被这个 跟孩子也要求 手机把他安会绑架 而且有一天 一定会出现一个恶果的 就是你的眼睛 对 我跟你讲 不开玩笑 现在是没出来的毛病的 将来有一天 大伙集体眼全瞎 或者不是真瞎 就是全闻的 黄老师预言对吧 几十年后眼睛全瞎 真的晚上一定要开 你就算你要玩手机 一定要开着灯 开着灯玩 真的要开着灯玩 你不能黑灯吓火 我跟你讲 那个眼睛 真的会坏药 好 那黄老师 也是给我们现场 正在看节目的观众 很多好的建议 现在我们就要离远点看了 然后一定要开灯看了 都在网上看了 赶紧关了 别看了 别这样 我们还有很多花戏没有爆呢 那最后还有一个 比较可笑的一个片段了 那也是我们小编设计的 那这个时候您就不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一个人了 可能要扮演我的丈夫 走 哎呀 孩子他爸 你说我是不是长了根白头发呀 我觉得你满头白发 都没关系 那我是不是老了 都没关系 我也没眼睛呢 我是不是老了 我没眼睛都没关系 那我建议呀 我觉得这样你就不爱我了 我要是只因为你的头发爱你 我的爱对你来讲太肤浅 但是我觉得我的头发 是我美的一部分 你不觉得我美吗 我觉得你美根本不是因为头发 是因为心灵吗 心灵这个东西不靠谱 不是 也不是心灵 你的一切都美 哈哈 好开心 录不下去了 今天这句话就很麻烦 对 就舒服了 一定要会适当的这个拍马屁 发个交流 所以在家里头 不管是对领导 还是对同事 包括对妻子 都会擅长用这样的招手 孩子会用这样拍马屁的方式吗 是这样 我觉得人嘴甜 是个好习惯 那会不会给大家感觉 就是不知道你哪句是夸他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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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得真诚 你真的觉得 你要 你总能找到优点 在另外一件事情 你就多赞养优点 多看别人好的地方 有些人老看别人毛病 这叫负能量 对 一天到晚给人挑毛病的人 自己就一身毛病 你一天到晚负能量去对别人 最后有一天你身体坏了 就你自己的事 我这人有一个最大优点 我没有负能量 人真的别出门了 这儿不好 那儿不对 这人怎么这样 那人 最后你觉得这是什么 你这是你自己不舒服 然后你一天到晚就 那谁谁谁 他怎么这样 他满眼睛看着都是世界的不好 这人心里得多不好 是 没想到在节目维定的时候 我们黄老师站在宇宙中心去呼唤爱 那也需要我们 其实你站在任何一地方都是你 都可以 那倒是可以呼唤爱 那最后我们还是宣传一下我们这部电影吧 你有什么话可以说的 《麻烦家族》 我们是5月11号 5月11号全国上映 《麻烦家族》我的电影导演的一个第一部作品 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 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的欢快 然后非常的幽默搞笑 我也非常的严肃 在这件事情上 有很多的嘲讽在里面 我相信你进电影院一定不会失望 我这个我一定给大家做一个保证 真的不会失望去看这个电影 我觉得大家值得为这个电影走进电影院 好 今天我们也是用了8个注定 4个一定来收尾 那我们也相信这个作品是非常的完美 也希望您的作品 12个定 定不能乱说呀 这定不能乱说 那也是希望您的作品能够大卖 也希望您今天能够聊得非常的开心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 《暴走吧爱豆》的官方微博 然后参与互动 就可以获得我们男生的亲笔签名 再次感谢我们的黄雯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赶紧关了手机 锁定搜狐视频 《暴走吧爱豆》 我是黄磊 我在这里 一家人难免会有摩擦碰撞 你有这么劝自己女儿呢吗 有些事情它不能开玩笑 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应该学会面对和解决 可是你说哪家没有点小空调浪 咱把事给解决了好不好 即使再吵吵闹闹 我们还是一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